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大家早晨,Online的弟兄姊妹早晨 八號風球,但是我們繼續來到神討 神的話語一樣供應我們 今天我們來看耶利米書的十二章 我將分段一到四節是一段 第一段其實就是先知向神發出一個提問 然後五到九節是一段 十到十三節是一段 十四到最後十七是一段 先知提問發出,神就三重的回答 為什麼先知會向神發出這個提問呢? 其實這一張聖經我們看到先知的掙扎 這個耶利米先知這份工真的很難做 首先他一開始的時候神的話 就是排山倒海地臨到他 他就不斷地向以色列人發出 但是來到十二章的時候 應該說昨天的十一章的時候 發現他所做的服事沒有果效 我們做事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所做的事一直都看不到果效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灰心呢? 很容易會的 所以耶利米的打擊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服事非常熟神的 非常有神的 但是竟然沒有果效 這件事也是今天我們可以去思想的 是不是屬神的事一定有果效呢? 其實耶利米接這份工作的時候 神已經告訴你了 你會做的 但是你會成為像銅牆鐵壁一樣 頂住整個以色列 但是你有沒有果效呢? 你儘管說吧 未必有人聽的 這就是這份工特色的地方 今天耶利米一直都忠心地去做 但是來到十二章 或者是昨天十一章的時候 去到一個景地練自己的本鄉本族 跟自己一起成長、一起長大 即是自己人 自己家裡的人都反他 不僅是反他 那個反是很嚴重的 因為他本鄉的阿拿特人 甚至去到一個地步 他們想殺了耶利米 去到這個位的時候 其實先知掙扎 先知有些崩潰 所以他走到… 他真的沒有辦法了 來到神的面前 他真的忍不住要問神 究竟發生甚麼事? 我的服侍是否要繼續呢? 服侍到眾伴親來 服侍到家人都不理解 那仍然要繼續嗎? 還有就是 神呀,這真是你的心意嗎? 神呀,你不出手,你不理嗎? 我們會不會有時候信主 都信到一個這樣的地步呢? 我們周圍的人不理解 不明白 有時候會的 有些行業有很大的壓力 就是感恩 我知道以前香港有些紀律部隊 無論是消防也好 無論是警察也好 他們上班的過程裡 大家都要裝香 大家都要拜神的 哇,基督徒很大的壓力 對吧? 如果你沒有裝香 你沒有拜神 進去火場裡 萬一有甚麼意外的時候 大家拘捕你 就是因為你沒有 就是因為你激怒了 激怒了這些偶像 所以這樣 那你怎樣去站這些位置呢? 真的會有那種壓力感 中伴親離的感覺 其實現在耶利米就是這樣 他所做的事情 他身邊所有的人都不明白 不明白 不但還有一個壓力 還有一個拉力 要將耶利米扯去 跟他們一樣的行徑 不但有這個拉力 這個拉力現在發展到 白熱化的一個地步 就是因為他們已經看明白 就是耶利米一定不會 跟他們走他們的道路 耶利米一定不會跟他們一樣 教導那些所謂的平安的教導 那這班人現在去到 一個甚麼的景地呢? 就是你既然不跟我一樣 我殺了你 所以耶利米的信心 其實有少少搖動 那我們就看看 在一個這樣的信心搖動之下 耶利米怎樣去重拾呢? 神又怎樣去幫助耶利米呢? 神跟耶利米之間的這個對話 對今天我們的信仰 我們的立場 如果要堅定的時候 又有甚麼提醒呢? 我們今天從這個角度 來切入第十二章的這一章的聖經 我們先來看第一大段 耶利米忍不住向神發出的問題 這個問題可能有時候都是我們的心聲 特別是我們在職場上遇到困難的時候 在信仰的路上有挑戰 有艱難、有磨練的時候 我們可能都會問同樣的問題 特別是我們看到 那些敵黨我們的、敵黨神的人 惡人當道,但是發旺的時候 我們都會跟耶利米一樣 問出這樣的問題 我們看一到四節 耶利米說 啊,我與你爭辯的時候 你顯為意 但有一件我環繞與你理論 惡人的道路為何哼痛呢? 大行鬼詐的為何得安逸呢? 你栽種了他們 他們有責了更長大 而且結果他們的口與你相近 心卻與你遠離 耶利米說 你曉得我看見我 察驗我向你是怎樣的心 求你將他們拉出來 好像張宰的羊 叫他們等候殺戮的日子 這地被愛通過的清草枯乾 要到何時呢? 因其上居民的惡行 生畜和非了都滅住了 他們曾說 他看不見我們的結局 耶利米說 我要你爭辯的時候 你顯為意 這個是 是 耶利米信心裡的底線 這個底線也是他堅持相信的 堅持相信的 就是當先知和神爭辯的時候 神是顯為意 神的公義是不改變的 公義是神的屬性 這就是耶利米能夠堅持到最後的信念 他相信神一定是公義的 這個公義一定會來的 但是問題就是 他都忍不住要問 就是因為你的公義實在遲到的太厲害了 是吧? 就好像我們今天一樣 主耶穌離開星天的時候 他說我必快來 所以大家懷著盼望 等候等了又等 等了又等 等到花而也借了 是吧? 等到現在幾千年都過去了 耶穌你說快來的 不過你都遲到的挺厲害的 難道天堂真的沒有手錶 這個就是耶利米忍不住要問的問題 明明你是公義的神 我跟你爭辯的時候 你都顯出你是公義的 不過有一件事我真的還要跟你理論就是 為何惡人還是這麼亨通的呢? 你的公義究竟在哪裡呢? 你的公義什麼時候才來呢? 你究竟遲到要到什麼時候呢? 我們不是一個約定的嗎? 你呼召我來出來把你的話語 灑向這個人間的時候 就是要施行這個公義 施行這個審判 但是你說完之後你又不做 你說完之後你那個公義 遲到離證大譜 遲到一個地步就是 小弟現在頂不住了 那究竟怎樣呢? 所以我要跟你理論 我要問你這個問題 我忍不住惡人的道路 為何亨通呢? 走這些鬼詐的人 為何他們安逸呢? 他們為何現在還這麼平安 這麼法旺呢? 反而反而我是站在你那邊的 現在我沒有平安 因為他們不斷 要害我要殺我 所以我心裡反而沒有平安 我要防這個又要防那個 又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動手 用什麼方法動手 只知道有危險 他們要取我的命 所以現在我反而沒有平安 但是這些作惡的人反而是平安 你曾經應許過屬理的百姓 你是他的堅固台 是他的保障 我們必定有平安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這幅圖畫好像調轉了 不信住那些很平安 信住那些很坊塞 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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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會這樣呢? 他就要跟神來理論 這裡我們拆開一個小小的地方 但是對我們也是 信仰的路上很有幫助 而你是否一個信服的先知呢? 絕對是 在這樣的時代 從神手中接過這樣的項目 這個項目難得飛起 他非常之信服 神所說的他全部都照做 但是信服 是否代表我們不可以提問呢? 你看到這裡不是 他很信服 但是當他不明白 當他有艱難有辛苦的時候 他就去問神 問神 為甚麼? 給我一個答案 所以我們都要明白 就是信服不是硬吃 不是我們不明白 但是我們都硬捆 信服是我們的態度 我們依照這個方向走 但是有不明白的地方要問 有不明白的地方要表達要說 耶利米就把他的情緒帶到神的面前 問神 神啊 為甚麼會這樣? 你究竟在做甚麼呢? 我不明白 我不清楚 明明是你栽培了他們 他們都摘根了 長大了 又結果了 即是法旺 他們的法旺是出於你的 如果你不允許的話 他們怎麼會發旺呢? 好了他們發旺了 你栽培了他們 他們又摘根又長大 又結果 但是你看不看見呢? 他們的口與你相近 但是他們的心是遠離你的 其實先知在這裡還有一個疑問 就是 這班人口是心非 我 作為一個凡胎肉體 一個先知 我都看得出他們的口是心非 神 你創造天地 智慧無限 你沒理由看不到的 如果你看到他們的口是心非 為甚麼融讓他們繼續法旺呢? 因為他們的口是心非 不只是影響自己 他們的口是心非 影響著整個 由大的眾民 所以先知這個位置就不明白 因為你繼續融讓他們的時候 其實他們在殘害你的百姓 神為甚麼你這樣都容忍呢? 你就算對他們有耐性也好 難道你不顧你的羊仔嗎? 這個有時候都是我們的疑問 我們都會問 某些人為甚麼他在發旺 明顯看得出 他心裏沒有真理 他說的那些全都是歪理 神為甚麼你不激殺他呢? 還讓他在教會裏分享 還讓他和弟兄姐妹來分享 他都在影響其他人 我們會不會有同樣的疑問 向神發出呢? 神指要說 你曉得我 看見我 測驗我 向你是怎樣的心 所以 神啊 你看看我的心是怎樣的 其實 神指在這裡所說的就是 你把我的心 和他們的心 來做一個對比 雖然我們經常都教導人 我們不需要和別人比較 但神指在這裡都忍不住 你把我的心 和他們的心 比較一下 那你就知道 甚麼是良心 甚麼是狗肺 等於向神發出一個邀請 你能夠測驗我的心 難道你不能測驗他們的心嗎? 當我和他們的心 一起去測驗的時候 我真的很相信 我那個是良心 他們那個是狗肺 神指你看清楚 所以既然他們的心是這樣 他們是遠離你的 是敵黨你的 他們是演戲的 其實他們戴著一個面具 用口來親近你 心遠離你 所以你把他們拉出去 好像那些要劏的羊一樣 叫他們等候這個殺戮的日子 你再不出手的話 其實你能否看到神這幅圖畫 這幅圖畫是甚麼呢? 因為他們的假教導 因為他們虛報平安 因為他們引起你的百姓 走迷路 走錯路 的緣故 地都悲哀了 通國的青草枯乾 要到甚麼時候呢? 你的百姓 是你草場上的羊 草場上的羊 需要食草 需要有神話語的供應 但是現在通國 草都已經枯乾 因為這群人 不是說神要說的話 他們說的是人的說話 所以那些是沒有營養的 是他們的教導 讓真正的草都枯乾 羊已經進入飢餓裡面 神啊你不看我 你也看看這些可憐的羊仔 其實先知很想告訴神 他們是很無辜的 之所以今天猶大霸盛搞成這樣 是因為這群人 就是這群想殺我的人 是我的同鄉 是我的同族 當然這裡我們要補充少少 耶利米的同鄉同族 是甚麼人呢? 耶利米自己本身是利味之派的 所以他的同鄉同族 其實是利味人 是祭司 耶利米自己是祭司 神拔了出來做先知 所以耶利米說 你看看這一群的人 他們是利味人 他們是祭司 他們是全港神話語的人 但他們所說的 根本就不是神的話語 他們的教導 讓這個大地的草都已經枯乾了 上面的羊快餓死了 其上的居民的惡行 伸促和非鳥都滅絕了 就是說 這一群的人 他們為這個世代帶來的是甚麼呢? 荒涼 帶來的是毀滅 非鳥、走獸都要滅絕了 神啊 你還不出手嗎? 你再不阻擋他們的話 他們說 不得了的了 大地都頂不住了 這群人是怎樣的呢? 他們曾經說 他看不見我們的結局 他看不見我們的結局 這個他所指的是神 這群人去到一個地步 他們不單止是宣告這些假的平安 虛假的教導 他們是假教師 他們是 甚至可能是不稱職的假祭師 雖然聖經沒有說過假祭師 但是呢 你感覺上 這群人全部都是這樣的 耶利米已經把他們 一網打盡 這群人就是這樣的 他們是這樣的 但是他們自高自大 他們說 神看不見他們的結局 他們不相信神會審判 他們不相信他們的結局 是悲慘的 他們仍然在宣告一件事 他們的結局是非常好的 而且會越來越好的 他們的國家一定會越來越強大的 因為神一定會看著他們 因為聖殿在他們那裡 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 所以一定不會陷落 這個地表上最強大的 以色列終會出現 他們還在宣告 他們的未來是非常摧殘的 榮耀的 完全同神 比耶利米所看的那幅圖畫 是180度 完全相反 不過他們不斷在這裡傳說 最慘的地方是什麼呢 百姓相信這群假教師 反而不相信耶利米 真實的圖畫沒有人相信 虛假的 大把人相信 今天是不是這樣 今天是不是這樣 原來我們很喜歡聽 粉飾太平的說話 我們很喜歡聽 對聽的說話 美國快要有選舉 選民喜歡聽的是什麼 對聽的說話 所以這些政客 要爭取選票的時候 都會說一些很好聽的說話 這些很好聽的說話 包括什麼呢 放心吧 我們的國家 前所未有的強大 我們的經濟體系 會是地上最早復甦的 這個經濟體系 接下來有什麼政策 將要推出 我們的經濟 將會重振 然後還要討好選民 再說 接下來我們要增加什麼福利 讓我們的國民 可以生活得更優厚 這些說話很喜歡聽的 聽到這些說話 選票就貴於那個人 但是他所說的 他能不能做到呢 經濟的復興 是不是某人一句說話 就能做到呢 福利一直這樣派 國民很開心 但是錢從何來呢 其實不斷的增加福利 只不過是將那個國家 快點推上去破產的邊緣 但是問題就是 選民會不會清醒呢 以色列人都是一樣 他們喜歡聽的 是這些粉飾太平的說話 真先知所說 叫他們回轉悔改 腳踏實地 老老實實 穩穩陣陣做人 這些聲音他們要扼殺 他們甚至要除滅先知 所以先知說 這些人他們的目光短視 他們根本看不見 神將來的審判 甚至他們不相信 神會審判 當你不相信 神會審判的時候 其實就是 你已經不相信神了 這一班的假教師 這一班的祭司利美人 其實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用今天新約的眼光來看的話 其實他們已經不相信 將來的 怎麼說呢 其實他們不相信 將來神的審判 即是說其實他們沒有了 也不相信永生 這裡你要小心聽 永生和終極的審判 是綁在一起的 如果沒有終極的審判 就沒有真正的永生 沒有天堂的開始 因為兩樣東西是一起來的 耶穌基督一定會再回來 耶穌基督回來的時候 要審判一切活人死人 白色大寶座會燕於天上 神的家要先受審判 審判必定會臨到 但是在這個審判當中 信而清義的人 將要進入永生的天堂裡面 不信拒絕神的 將要進入地獄當中 所以你看不看見 原來審判是那個關鍵來的 它好像一條鑰匙一樣 打開了兩道門 一道門是進入永生的 一道門是進入地獄永死的裡面 但是這兩道門 是怎麼打開的呢 從審判開始 所以審判一定會來 如果我們不相信審判的話 其實我們連天堂都不相信 但是問題還有一件事更嚴重的 就是原來我們要走過審判 先去到審判台 再進入這個歡樂谷裡面 但是我們能不能夠面對這個審判台呢 你的信心是否足夠讓你可以清義進入永生裡面呢 你的信心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你對永生的確具究竟是有多確實呢 這個就很重要了 如果你對永生的確實是危危符的話 你怎麼去進入呢 你怎麼去進入永生 進入天堂裡面呢 所以這個就是耶利米提出的問題 這些這些聶審司 他們說你看不見我們的結果 他根本不相信審判 其實等同他們不相信神 神你仍然不理嗎 要到什麼時候呢 好了我們看神怎樣去回答耶利米這個問題 神從三個層面來回答 就是後面那三段了 第一個層面就是第五節 到第九節 耶穀說 你若與暴行的人同跑 尚且各類 怎麽與馬賽跑呢 你在平安之地 雖然安穩災 但河的叢林要怎麽行呢 因為連你弟兄和你父家 都用奸詐代理 他們也在你後面大聲喊叫 雖向你說好話 你也不要信他們 我來了我的電雨撇棄了我的產業 將我心裡所親愛的交在他仇敵的手中 我的產業向我如臨終的獅子 他發聲攻擊我 因此我恨惡他 我的產業向我起如斑點的治療 治療起在他四處攻擊他 你們要去招聚田野的伯仇 帶來吞吃吧 神怎麽去回答耶利米呢 神回答耶利米的時候 第一個先把兩幅圖畫給他看 他說如果你跟跑步的人逃不跑 你都覺得累了 那怎麽跟這個馬來去賽跑呢 即是說好戲還在後頭 如果你現在已經頂不住了 那怎麽走下去呢 其實神亦等於告訴耶利米 你現在感覺到很辛苦 不過你要知道更加辛苦 更加靠的還在後面 還在後面 還未有內 你看到這幅圖畫很特別嗎 這些假教師假教導就說 平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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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神其實跟耶利米說 不是平安啊 而是大件事啊 大件事啊 大件事啊 速逐一點就是 大件事啊 大件事啊 更大件事的還在後面 越來越大件事啊 越來越艱難啊 現在三三歲而已 你現在所經歷的 就好像跟跑步的人一起跑 但接下來你要跟馬來賽跑 你現在追人都追到氣喀 接下來你要追著馬的時候 那你怎麽算啊 今天這個世代是怎麽樣的呢 我們都很喜歡說 平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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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是否忘記啟示錄呢 神回來審判的日子之前 之前 是不是 天災 地震 饑荒 這些的災難 只是災難的起頭 末後的日子 其實有更大的挑戰 在我們面前要面對 如果今天我們尚且跑到氣喀 將來的日子怎樣呢 又是什麽讓我們可以 在將來這些磨爛的日子裏面 可以得勝呢 先知就先知 你與人同行 你都覺得累 你怎麽樣去跟馬來賽跑呢 先知是不是真的可以跟馬來賽跑呢 人又怎麽跑贏一匹馬呢 但是神就將這幅圖畫給他 你將來是要跟馬來競賽的 這個跟馬競賽的能力資格在哪裏呢 其實神等於反問 耶利米 你力量的全員在哪裏呢 如果將來有更辛苦 更艱辛的路在前面的時候 你怎麽可以走呢 答案就是 你只有相信神 你只有靠神 你相信神 你靠神 你遇神同行 就算跟馬賽跑 你都一樣可以贏 將來的日子多麽艱難 你只有靠神 才可以站得穩固 所以這個對我們今天 都是一個信心的提醒 日子 不會愈來愈好 日子可能愈來愈艱難 不過 如果你有神的話 你一定可以走得過 在患難當中 神是我們唯一的保障 依靠 但是患難的日子 必不會少 因為世界正在更加急速的墮落的當中 世界經濟有哪裏會好 我前兩天看到有些人說 哎呀 中國現在的經濟 好不行啊 有很多人就很憂慮 是 沒錯 中國經濟前景是有很多的困難 需要突破 需要面對 我們應該走去哪裏 我們應該站去哪裏 其實我們只能夠奔向神 站在神的一邊 真正的答案是在那裏 這個就是神和耶利米說的 你今天跟人同行李都覺得累 你怎樣去日後跟馬來賽跑呢 你在平安之地雖然穩妥 在若帶河的叢林要怎樣行呢 你在那個平安的地方 你很穩妥 但你要預備 因為有一天你會在若帶河邊的叢林行走 若帶河邊的叢林 因為今天我們聽這句話 我們沒有甚麼感覺 但如果我們把時空拉回幾千年前 幾千年前若帶河邊的叢林 即是森林 森林裡面會怎樣的 猛獸 有獅子 不知道有甚麼猛獸 最猛的就是可能獅子 如果你在叢林裡面走走 即是充滿危險的 你在平安之地 你都覺得好像走不動 走不下去 如果有一天 要你進入叢林裡面的時候 有那麼多的猛獸圍繞你 那麼多不知名的危險 在你前面等著你的時候 你怎樣走呢 其實神在問 耶利米 你的信心在哪裏呢 今天你見到這些事情 這些現象 你已經喪失膽氣 怎樣繼續走前面的路呢 挑戰是會越來越大的 越大的挑戰 需要越大的信心 越大對神的信靠 這個就是神給 耶利米的答案 為甚麼 為甚麼神要這樣來點醒 耶利米 因為你的兄弟和你的富家 都要用奸詐來代理 他們在你的後面大聲喊叫 就算跟你說好話 你都不要相信他們 即是你會有一天 服侍到一個地步 你自己的兄弟 你的富家 都 都不單止是不明白你 甚至要害你 現在呢 只是這個阿拿特人 他們想殺你 那些都是跟你疏一點的親戚 可能是表哥表弟 堂哥堂弟 但有一天 你自己的親兄弟 你的富家 都會 用奸詐來代理 他們表面上跟你說好的話 但你不要相信他們 因為他們 都是敵擋你的 他們都是來攻擊你 甚至要把你抓到 這個就是將來 必然會出現的圖畫 耶利米啊 耶利米 你今天已經頂不住 你怎樣能夠去頂 將來這幅圖畫出現的時候呢 但是你要相信 神是掌權的那一個 你問我 這些惡人為何發王呢 神在第七到第九節再給我答 他說我離棄了我的電雨 撇棄了我的產業 將我心裡所親愛的 交在他的仇敵的手中 審判已經定了 神說我的電雨 我的產業 我都要放手了 我不再看顧他們了 這個審判來到 我的憐憫 我的慈愛 我的恩典 已經對他們 已經去到盡頭了 他們白白地消耗神的恩典 已經消盡了 你以為我仍然施恩嗎 但是神說我的審判 打風都打不掉了 你以為我會繼續這樣 因為有電雨 因為這些百姓 稱為我名下 我就無限仁慈嗎 但是這個仁慈 已經去盡了 神已經忍心將他們交在仇敵的手中 為甚麼呢 因為神自己的產業 就像臨終的獅子 來攻擊神一樣 神說他們已經太過分 過分到一個地步了 他們來攻擊神 他說我的產業就像這些斑點的治療一樣 其實當他們這樣去攻擊神的時候 這些治療也都圍著來攻擊治療 就是說他們攻擊完神之後 其實他們自己鬼打鬼 他們自己又攻擊自己 當他們這樣去攻擊自己 又攻擊神的時候 神說我招聚田野的伯修來吞食 所以這個就是 這幫人的結局 神告訴他們 不是不審判 你看見這些惡人法王 但是神說我已經定了一個時間給他們 這個時間將要到了 這個時間將要到了 不是不報 只是時辰未到 但是這個時候已經不多了 神說你再忍一忍 你再等一等 你會看到這些日子必然來到 神所定的日期必定會到 惡人就算多麼法王都好 沒有辦法逃避那個審判 因為審判已經定案 就算在他再世的日子 這個審判沒有來到 他始終都要面對 而且越遲面對是越大件事 在你在生的時候 你沒有悔改 沒有迴轉 到你死後的時候 就算你在再世的日子 行惡而多麼發達都好 你今天有多風光 將來就有多麼不得了 好 我們再看下一段 10到13節 去到牧人毀壞我的葡萄園 淺淡我的分屍 我美好的分便為荒涼的曠野 他們使地荒涼 地技荒涼 便向我備愛 全地荒涼 無人介意 滅命的刀來刀 曠野中一切正光的高處 耶華的刀從地者邊 直到地哪邊進行殺滅 凡有血氣的刀不得平安 他們種的是物資 收的是經濟 勞勞苦苦卻毫無益存 因耶華的烈露 你們必為自己的土產羞愧 至於這些牧人 你看不看見 兩個層次是不同的 第一段 剛才前面那段 神回應關於他的殿雨 他的產業 神已經放棄 接著就是牧人 這些牧人其實是神的牧人 是這些領袖 是阿拿特人 是祭司 是利美人 他們毀壞我的葡萄園 踐踏我的份 使我美好的份 變為方良 他們這些人本來是服侍神的 但是在神的眼中 他們已經成為惡人 他們不是幫助神 去建立神的美好的原子 建立這些葡萄樹 讓它有美好的果子 而是他們在那裡施行毀壞 讓這個原子反而變成曠野 讓整個大地都方良 曠野當中正高的高處 這個滅命的就要來到 神的審判要來到 凡是有血氣的都不得平安 這一幫人 他們以為 他們在這裡種的是物子 但他們收的是荊棘 他們無論多麼勞苦 都毫無益處 因為神已經要審判他們 他們必定為他們自己的土產收愧 這個土產 其實就是他們的教導 這個土產就是 本來這幫人要將清草供應給神的羊 他們是牧人 他們是牧者 但是他們的土產將會讓他們收愧 因為他們的謊話會被神獨喘 他們今天的風光將會不在 今天他們作為假誓師 假仙師的時候 他們很風光很發旺 因為很多人聽他們說 很多人將奉獻給他們 很多人支持他們 但是這個風光很快就會變成羞愧 因為他們所宣告的平安 平安 平安 不會來到 不單止他們所宣告的平安 不會來到 神的審判毀滅 將要來臨 所以他們將要無地自用 那些曾經支持他們的人 將會反過來 就是 敵黨他們 因為他們的謊話會被神親自的 來去讀村 最後一段十四到十七節 要說如此說 一切惡倫就是佔據 我使百姓以色列所承受產業的 我要將他們拔出本地 又要將由大家從他們中間拔出來 我拔出他們以後 我必轉過來憐憫他們 把他們再帶回來 各歸本業 各歸故土 他們若因勤學習我百姓的道 指著我的名起誓說 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 正如他們從前教我百姓指著巴力起誓 他們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間 他們若是不幸 我必拔出哪個 拔出而且毀滅 這是耶和華說的 神給耶利米第三重的答案 指向一切的惡倫 這些惡倫就是以色列周遭其他國家 可能包括摩亞等等 阿門這些國家 神將這些國家一律稱為以色列的惡倫 這些惡倫居來的 他們佔據以色列所承受的產業 神說我要將他們拔出本地 原來巴比倫來的時候 不僅要將南國毀滅 然後將他們被弄地帶走 連這些鄰居一起 巴比倫都不會放過 全部都將他們一起去拔出 但當他們拔出之後 當他們被弄之後 神的憐憫要再一次回來 將這些惡倫都一起帶回來 原來回歸的不僅是以色列人 連這些他們的鄰居都會一起歸回 當他們一起回歸的時候 他們會各歸本業 各歸故土 但是神在這裡提出一個條件 如果他們在秘魯的過程裡面 學識了 認識了神 他們跟神的百姓 學習怎樣去指著永生的耶和牙起勢 就是以神為他們的神 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好像他們以前教神的百姓去拜巴黎一樣 即是由他們反過來 現在跟以色列人去學習 怎樣去敬拜獨一的真神 如果他們是這樣的時候 神說我在那個百姓當中就建立他們 如果他們不是這樣做的話 神就將那個國家從這個土地裡面拔出 拔出而且毀滅 這事也說的 總結這三重神對耶利米的回答 即是神說 我的審判必定會臨到 臨到我的殿宇 我的產業 臨到我的牧人 也臨到這些惡的鄰居 都會被審判 不過最後那段也會向我們啟示一件事 審判的目的 是為了讓他們歸回 審判的目的 為的是要建立他們 在這個土地裡面可以直到永遠 這個才是神的心 審判不是神最終的心願 但是審判必定會來到 因為當我們能夠認識審判 我們才能夠回轉 才能夠歸回 所以當我們能夠有這個審判的意識 在我們裡面的時候 我們才會正視我們的罪 正視我們的罪悔改 神必定寬恕憐憫 重新的栽種再建立 這個才是審判最後的目的 不是為審判而審判 那是為拯救而審判 但是我們要明白 拯救之前有審判 所以我們不要放縱我們的日子 我們要真真正正歸向神 神向耶利米揭示這三重的圖畫 這三重的審判將要來到 但是神的心意更加讓先知知道 要讓先知明白神的心 審判不是為毀滅 審判是為了更長久的拯救 所以先知一定要看清楚這幅圖畫 才可以與神同行 才可以面對今天的挑戰和艱難 因為今天的挑戰和艱難 將必定會過去 神的審判 神的權力必定會臨到 但是神審判的目的 是要重建 是要施恩 是要憐憫 求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都跟耶利米先知一樣 能夠這樣去貼近神 能夠這樣去明白神 並且帶著一個這樣的信心 迎接將來更大的挑戰 Amen Hallelujah 弟兄姊妹 讓我們一同來斬立 來敬佩地神 主我們相信 你必定著著地上 著著為我 世上萬有屬於你 你的慈愛永遠長存 榮耀的你 自尊到永遠 Hallelujah 尊貴全能生 天地萬有都會滅沒 唯有你永遠不改變 Hallelujah 神接全能生 無依也能與你相比 所有榮耀都會與你 天地萬有屬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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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Hallelujah 所謂的管好 神接全能生 天地萬有屬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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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長存 靠近的經驗 天地萬用手 哈利路亚 尊贵圈能胜 天地万有都会灭泊 未要你永远不改变 哈利路亚 圣剑圈能胜 无一人能与你相比 所有荣耀都归于你 宣告你国度降临 你容易成全彻底 吸气你所选自明 高居你荣耀的名 哈利路亚 尊贵圈能胜 天地万有都会灭泊 未要你永远不改变 哈利路亚 圣剑圈能胜 无一人能与你相比 所有荣耀都归于你 哈利路亚 圣剑圈能胜 把信心能胜 middle the me 所选向来更合 哈利路亚 圣剑圈能胜 哈利路亚 微车 舍而好 observ 加仓 face可 Stefano 飞享受哲学 哈利路亚 这是我的血 超教教wa 有笠合 我便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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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要真心向你迴轉 因為我們相信 為了你助長為王 為了你掌權在這個地上 祝我們要來到及時的迴轉向你 投靠你 主啊,願你都可以 接納我們每一個人向你現上的灰蓋 主啊,願你令我們每一個人的曝光 我的心要依靠你 翻頭靠你的地不懼怕 等候你的地不羞愧 主耶和華我的神我的王 我的心要依靠你 翻頭靠你的地不懼怕 等候你的地不羞愧 願你的地中高過預祝天 你的榮耀高過全體 你通關萬有你直立列榜 萬國萬民都敬拜你 你是那不羞愧 其實你身 在你沒有難成的事 我心要堅定 我靠耀高過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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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없어 靠 nations 單位秘聖靠你 翻頭靠你 靠你 反頭靠你的地不懼怕 分頭靠你的地不懼怕 等候你的地不羞愧 Prote�天 祝你的地不懼 Greg 靠你 感到耀reb 可笑 是你烈芒 万国万民都敬拜你 你是那独行 其实的神 在你没有难成的时 我心要前提 我口要歌颂 联合华神一掌权 愿你的崇高过于初天 你的荣耀高过全体 你同观万有 你是你列榜 万国万民都敬拜你 你是那独行 其实你神 在你没有难成的时 我心要前提 我口要歌颂 联合华神一掌权 你是那独行 其实你神 在你没有难成的时 我心要前提 我口要歌颂 联合华神一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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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版 联合华神一掌权 合华神一掌权 祝您祝您 祝您 人生 留 Prior 耶利米问神 为何恶人的道路 为何很痛呢 大型诡诈的 为何得安逸呢 我们会不会好像也像 耶利米一样 心中都会有这个疑问 甚至我们看到很多 没有信主的人 他们的心中都充满了平安 甚至是很发望 我们会不会都同样 很多时候都很想问神这个问题 在今天早上 就我们像可以学习 耶利米先知一样的 就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 不明白的地方 我们想不通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来到 我们的神的面前来诉说 我们现场有没有 我们可以两个两个人 面对我们 在我们跟随神的道路当中 可能我们也有很多 不明白的地方 甚至有心怀不平的地方 我们就两个两个的来 互相来分享 甚至是我们可以互相来祷告 是的 当我们今天来到看 耶利米书的十二章的时候 我们确实看见 耶利米看见周周很多的环境 周周的人 甚至被他自己的本乡本族 你都可以被拒绝 他里面有很多的分分不平 甚至可以形容 耶利米应该去到一个 好像眼火爆的阶段 在他的信仰的路上 很不容易 同样 在我们今天信仰的这条路上 我们是不是 亦都有很多心怀不平的东西呢 又或者 我们可能在信仰这条路上 我们都已经有开始动摇的地方 可能我们会在职场上面传福音 但我们会被拒绝 我们可能在家庭的里面 我们想家庭人信主 但是好像 狗狗都未可以得出他们的心 又或者我们可能会不停叫我们的家庭人 叫我们的孩子 你要回教会 回教会 回崇拜 但好像他们都 无动于衷的一样 甚至我们可能在服侍的路上 我们开始觉得佛力 我们好像服侍到一个点 哎呀 好逆逆逆逆啊 甚至 身边的人 都不理解 不明白 可能这一切都是我们今天 在信仰的路上 那个的动摇 可不我们都同样 将来这一刻 你感觉到 我知道了 我在信仰的这条路上 就连去那般的动摇 我们就 两个两个来 彼此互动 并且放上图角 撕相恩弟兄姐妹 我鼓励你 同样你到 今天的早上 圣灵同样有光照你的 你都知道你里面那份的 分力 那份的动摇之处 我鼓励你可以用信息 你打一个的信息 可以发给你的小祖祥 发给你的祖祥来为你代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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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一次一次的这样子去问神的时候 神 你真的今天借着耶利米先知这样子来告诉 这一篇耶利米书是二人告诉我们 就如同我当时信主这么久 我想如果神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子跟随神 能够拉走我们所有一切经济上的困难 让我们的击一切经济一切经历 denied 之前的状态 这样子 就可以帮到很多人 甚至能够为神去做见证 但是神 你的心意却是 如同第五节一样的 是说 你若与同行的人 同跑 尚且觉得累 怎能与马赛跑累 天父爸爸谢谢你 谢谢你 通过都对耶利米的回答 来告诉我们 神那你要解决我的困难 是何等的容易 但是 我们从这个困难当中 当我们能够 知道每一件事 都不是我们能做什么 懂得怎样去依靠你 相信你 靠着你 度过我们每一次的困难 神那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让我们 在这个经历中 是学会怎样 学会怎样面对困难的能力 而不是你拿走我们的困难 主感谢赞美你 神是呀 你看我们每一个的投稿 确实当我们将每一个 我们动摇的地方 我们都沉迷在你面前的时候 神那你今天再一次的 确立我们在你 信仰的道路上面 那份的信心 你用我们去看见 神你有你的计划 你有你的时间 神那我们不要来到去 当我们来到起来 服事你了 当我们来到去 传讲你的福音的时候 不是用我们的眼光 不是用我们的时间表 来到去量当 神我们知道 一切都在于你 神你是掌权的神 神我们知道 只要我们将祷告 只要我们将每一个 我们心所想的 我们都交到在你手中的时候 神你定别用你的方法 你的时间来到去成就 主要你听我们每一个的祷告 我们知道 当我们交给你的时候 神是你定别为我们每一个 来到去开路 特别是当我们 在我们的信仰路上面 每一个的艰难处 甚至我们觉得乏力 我们觉得 好像我们所摆上的 好像不是我们眼所看见的 那个果效的时候 神你亲自的 来到去为我们加力 让我们在你的里面 支取那份属天的力量 好让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路上面 继续的花袍跟随你 主要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阿们 耶利弥书十二章十六节 他们若因请学习我百姓的道 指着我的名其事说 我指着永生的英和华其事 正如他们从前 教我百姓 指着巴黎其事 他们就必 建立在我的百姓中间 我看到神的救恩 并不是自己犹太人 也给外邦人预备 祂的潜力条件就是 只要我们愿意离开 我们所侍奉的偶像 学习神的律力典章 淡淡的侍奉神 神就将祂的 祂的怜悯赐给我们 那我们今天这一章 就是刚刚牧师所说的 我们神的审判必然会来到 但是神是有恩典 满有恩典怜悯慈爱的神 祂为了让我们能够 能够得到这一份的永生 神的慈 甚至是就如同一个父亲一样的 祂如同这个 审判迟迟没来 其实是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能够悔改归向神 神的心意是要拯救我们 而不是神盼求助帮助我们 在我们今天早上 我们真的能够悔改 在神的面前来悔改认识神 好吗 我们都围着 可能在我们身边的 我们仍然有很多 未信主的家人 未信主的朋友 好吗 我们都在我们的灵里面 我们都一个一个来去围着 他们可以更快的来去认识神 来去接受这一份的救恩 来去祷告 我们一个一个就体明 可能这个甚至未必是 你的家人朋友 可能是过往 你是职场的同事 甚至可能是一些 你知道他从前信主 可能今天他都可能远离了 或者甚至已经没有再回教会 一些身边的肢体 我们都没有一个一个的体明 都围着他们可以得着 神这一份的救恩 特别是今天 神再一次的说 是的 原来这个审判是要来到了 但是审判不是终极的结果 审判带来的 神的心意是 想更多的人来到去汇传 悔改 神是为了一份的请求 才有审判来到 我们一个一个就来到去体明 主要你听我们的 祷告 当我们真的一个一个来到去 围着我们心所想的 每一个的家人的名字 每一个的朋友 甚至每一个的肢体的名字 都提明 在你们的面前的时候 神啊 求你这一刻 就将你的念吻 就将你的慈爱 临到在他们的当中 主要让你都亲自的 来触摸他们的心 让他们可以更深的来到去 认识你 远化他们的心 让他们可以 认识神里那份的 慶香 认识神里那份的救恩 那份的真实 求神里都同样来到去 使用我们这里每一个 让我们都可以成为 荣耀神里最好 在地上的那个的见证 宣讲你的话语 为神里那个的救恩 在这一片的土地上面 我们可以为更多 未顺之民 可以成为你的门徒 主要你来到去帮助我们 纵然可能这条的路上面 好像今天你揭示 当天揭示给耶利米地看见 可能这条路 真的确实不容易 但是神是你坚定 我们里面的那份信心 让我们可以 在这条路上面的时候 我们是有力的 来到去为你宣讲神里的话语 宣讲神里那份的福音 主要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个 并且保守我们刚才所提名的 我们都可以一个一个 带他们去来认识你 接受你那份的救恩 主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的徒告 方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祈求 Amen 以利米书十二章第五节 要话说 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 尚且各类 怎能与马赛跑呢 你在平安之地 虽然安稳 在约大河边的丛林 要怎样行呢 神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今天 在信仰的路里面 感到乏力 怎样去面对 未来更大的挑战呢 其实神看得起我们 祂要将更大的事 交在我们的手中 因此今天 我们要重建我们的信心 我们要知道 我们所靠的是什么 我们的能力的全员 在哪里 神若与我们同在 我们能够与马赛跑 神若与我们同在 我们如果坚定地跟随神 我们不需要怕 若丹河边的丛林 因为神才是一切的关键 一切的出路 神 在天地之间 仍然掌权 主耶稣你帮助我们 坚定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不是看环境 而信心动摇 主要让我们知道 你才是我们的出路 环境如何改变 有多大的挑战都好 只要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一无所据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这样来到去兼顾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可以为你施行更大的拯救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早神祷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感谢主